有一位禅师 他准备去劝说社区的一个妇人去捐款 为一位穷寡妇买梅 让她家里能够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季 这个禅师到了这个妇人的家里 一直到离开的时候 这个妇人送她出门 站在冰冷的屋外告别 她都没有开口提要请这个妇人 捐款给这个寡妇的事情 这个妇人陪着禅师走出门外 因为她本想陪着法师送出门外 很短的时间说一个再见就结束了 她也没穿上厚的大衣 因为她以为斗几分钟就可以了 这时候这个禅师一直在跟这个妇人谈这些事情 这个妇人动得浑身发抖 然后这个禅师才提出捐款的事情 这个妇人她说 哎 师父啊 我们刚才在屋里的时候 哎 你为什么不跟我提这件事情呢 这个禅师说 我想让您在答应我的请求之前 先感受一下寒冷的滋味 后来这个妇人捐款 为全政治所有的穷人买霉过冬啊 所以如果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没有亲身的经历过 你很难想象别人的痛苦 所以夫妻之间 先生不了解自己的太太 很难知道自己太太为这个家付出的多少 一个太太如果不能了解自己的先生 在为外面赚钱多辛苦 你也永远不知道一个男人的悲哀啊 所以能够和好和睦和爱 靠的是相互的理解 所以佛法要我们能够理解对方 要包容对方 如果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彼此的和睦 社会就会安定 国家就会兴旺啊